这里面有12步的关锋电机 每秒钟能够上一个层面 总造价差不多11亿美元 相当于人民币65亿 这几乎看不到任何传统建筑的影子 这样大胆的设计 让摩泊斯成为澳门非常摩登的建筑地标 大家好 我是看得起好热爱大学书 我现在在澳门摩泊斯酒店的40层的天际泳池 距离地面130米 泳池一直延伸到楼层的边缘 摩泊斯以希腊梦境之神莫菲斯为命 这和新豪天地City of Dreams也挺合拍 时代杂志把它评为2018年的最佳景点 也是2018年澳门唯一入选榜单的目的地 摩泊斯是全球首个采用自由形态的外骨骼结构的摩天大楼 三个水平漩涡组成的楼空空气 让酒店内部的公共空间别举一格 在独一无二的角落套房里 宾客可以看到城市壮阔的景色 这种布局在客房数量最大化的同时 还最大程度地增加了视野 并保证酒店两侧的房间均匀分布 35米高的中庭大堂 没有一根支柱 足以容纳一个双旋的摩天轮 共使用了28,000吨钢结构 堪比四座巴黎埃菲尔铁塔的耗铁量 白色的巨型钢结构构建 包裹着酒店的玻璃幕墙 48,000平方的玻璃 足以装表12万幅世界名画 梦娜丽莎的微笑 大堂的蔚来感拉满 这儿的很多check-in的客人都会在这拍照 房卡拿到 我们去套房 露眼 这里面有12步的观光电梯 每秒钟能够上一个层面 这件房最基础的房间也有58个平方 咱们看的这个房间有82多个平方 像这种套房 整个摩扑斯有4件 整体不规则的设计 到处都是这种几何的图形 这儿还有一个欢迎信 尊敬的爱先生 我们非常荣幸的欢迎阁下 及粉丝入驻澳门的新豪天地的摩扑斯酒店 望阁下在这两天的旅途中深深地感受到摩扑斯打造的领先奢华体验 以及在入驻期间需要任何协助都可以联系到本人 这还有千秒 整个房间有很多现代的金属元素 电源插座都是这种隐藏设计的 摁一下蓝色的按键 电源就出来了 外里面是这种钢结构的设计 每间房间的窗户都是不同的 如果不是床和电视一定是方的 那在这个房间恐怕就不会找到那种大型的支角 比如这个六边形的插尖和这个圆角的电视背景墙 摆花的器具也是三角形元素 浴缸也是这种纽边形的浴缸 房间内咱们能看到的空调灯光电视和窗帘 都可以通过这个平板电脑来控制 有枪无智能那边 我们就把冰箱给吃了 卡里爆炸了 爆炸了 爆炸爆炸 抗干扰设计的床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小支持点 记得收藏 泊马之水 意大利105年前的这个老品牌 迷你把藏在这里 配置相当丰富 矿泉水是标配 还有胶囊咖啡机 零食 红酒 茶包和茶壶 泡面和碗块 喝水啊 喝湖啊 咱们得吃好吃的 大家发现没 凤雅厨都是这种大面积的成色调 就跟这个颜色是一样的 墙上的八爪一画 是巴黎艺术家Roman Bernini创作的 对了 这个是一个菜单 咱们来个镜头 对号入座看看哪道菜跟哪道菜是一个系列 吃完饭 咱们到摩布斯的23层 看一样 一赏23 平时呢 这不是会成立很多的名家杰作 其中 这个就是将近四人高的巨型COS 这儿呢 还有个B&B的沙发 一看呢 就是扎哈设计的 之前看过我视频的老粉应该知道 扎哈呢 是号称建筑界的女魔头 所以现在咱们只能缅怀她 因为她已经离开咱们了 这里呢 摩布斯酒店也是她的一作 在这地上还有很多她的作品 我估计很多学建筑的同学都会比较了解 她在国内外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作品 她的作品很天马星空 而且很特立独行 符合这个时代很多人的 很多年轻人的表达 但是天度英才 这么早就离开了 也希望后面再有一些新的扎哈 能够现实 也能够带给我们更加有个性的建筑作品 有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拍酒店 相比几千万和上亿的豪宅来说 四位数或者五位数的酒店 也许相对离大家更近一些 并且体验度也更强一些 所以我选择这些酒店 能够给大家提前踩踩坑 毕竟这些体验的角度因人而异 我体验的不仅是这些设计和设计设备 还有这些人文和一些其他软性的服务 我没有拿放大镜来挑她所有的毛病 但是我会发现每个酒店 她不同的特点和特色 如果说大家喜欢看酒店的话 可以告诉我 我会持续的给大家拍这些酒店 如果大家不喜欢我来拍酒店的话 OK 那我就继续拍酒店 直到拍到大家觉得满意为止 所以接下来豪宅我也会拍酒店呢 我也会拍拍一些大家不常去 但是有特点的酒店 也欢迎大家能够支持我鼓励我能够坚持下去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儿 咱们看看夜景 对了差点忘了 我为什么来澳门呢 我要做澳门的一区的城市片 大家可以严重期待一下 接着来看夜景 好